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 向小伙伴们分享了 怎样在Windows 10上安装WSA 也就是Android子系统 引起了小伙们的大量关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观看视频 但是有的小伙伴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比如在克隆代码的时候下载速度特别慢 或者有些小伙伴会直接报错 这是因为代码是存储在GitHub存储库 访问这些存储库时遇到了连接性问题 接下来分享如何解决 众所周知 GitHub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源和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 每天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开源软件 发布在这个平台上 如果您在IT行业工作 或者与开发人员在一起工作 您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GitHub GitHub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开发者在线协作工具之一 但是由于某些原因 从国内访问GitHub的速度非常慢 甚至有时根本无法连接 今天分享一招 不用任何第三方工具 轻松实现访问GitHub 首先查找GitHub域名对应的IP 打开一个名为ePadres的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可以查询任何域名对应的IP地址 在首页中间的输入框输入GitHub的域名 比如GitHub.com、Raw、GitHubsterContent.com等 然后点击输入框后面的查询按钮 查询结果会显示一个表格 在IP address字段后面显示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就是域名GitHub.com对应的IP 同一个域名可以多查询几次 每次显示的IP可能不同 IP查到的越多 联通性越强 除了GitHub.com的查询 还需要分别查询屏幕上显示的几个域名 记录所有查询的域名和对应的IP地址 然后修改系统的hosts文件 以Windows 11修改hosts为例 以管理员全线打开记事本 然后点击顶部文件菜单 选择打开 找到hosts文件所在的目录 文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 选中hosts文件并点击打开按钮 将IP地址和域名按照屏幕进行添加 添加完成后保存文件 最后以管理员全线打开CMD 输入屏幕上显示的代码 刷新DNS缓存 完成以上所有操作之后 打开浏览器再次尝试访问BitHub 是不是已经可以顺利加载了 打开浏览器再次尝试访问BitHub 打开浏览器再次尝试访问BitHub